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目前国际上使用的这个瑞士 规模来表示地震的强度 设这个1 1的话就是一次地震以后 它发出的能量 以二格当单类 然后把它取到格以后的话 定乘是11.8加1.5m 那m的话就是说 就是那个地震的规模 地震的规模 好 那现在的话它说 设1为地震 这个瑞士规模m 瑞士规模m 所发出来的能量 其中m 与1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式 那么他们第一小题 集体大地震的瑞士规模是7.3 这是7.3 试问其正央所释放出的能量 有多少个 那你就给它取出来 取两边取指数 就六个 以十为第一 这是等于11.8 再加1.5 乘以多少 乘以那个 乘以7.3 乘以7.3 然后把它加起来 这个点多少 这个是 这个的话是11.8 再加多少 1.5乘以多少 7.3 这是22.75 22.75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它正央 发出来的能量是10的呢 22.75 二个 一二基 二个 这是第一小题 再看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它说 当地震 这个 类似规模增加二 也就是说 这个增加二 那么它释放的能量是 也乃几倍 一百倍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以十为底 就是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增加二 就是说 六个 以十为底 一 这是二好了 这是11.8 加上1.5 m 现在增加二 那你增加二的话 原来的 原来的是 1 就是那个 7.3 极的那个 11.8 加上1.5 m m 是7.3 好 那我现在把它一减 这个减这个的话 就等于多少呢 这个减这个都等于 多个 以十为底 一二 除上一一 那这一减的话 这个都消掉了 剩下1.5 乘以2 1.5 乘以2 也就是3 也就是说 一千倍 它是增加二 增加二的话 就是 增加二是一千倍 一二除以多少 一万 刚刚说成 一百倍是弄错的 因为这里还有1.5 所以是死的 三十万 所以是一千倍 它的能量的话 就是说 你要的瑞士规模 增加二的话 它能量呢 就增加一千倍 增加五倍 增加五倍 一千倍 所以当然是一千倍 这一千倍 这一千倍 就走 再来 一千倍 感谢观看